hello大家好,我相信这几个星期最让人开心的就是特斯拉股价进行了超级无敌的大翻弹 8月份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无人出租车活动被推迟的时候 特斯拉股价一度跌到了185美元,而仅仅一个月它就涨到了257美元 无论是在5天一个月一年的跨度上,特斯拉都实现了盈利 另一方面,特斯拉10月10号的邀请函正式开始向用户发送 活动将在晚上7点钟正式举行 从这个邀请函中,我们又能够看出哪些细节呢 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又对那一天的发布又多了哪些期待呢 这期视频我还想带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华尔街分析师 他们对于这次无人出租车发布 还有即将到来的特斯拉这季度的销售数据的全面预测 通过这些呢,希望能够帮助你做出更好的投资决定 首先我想谈论第一点就是最近股价的大幅度反弹 其实假设你今年5月份6月份有关注我的频道 那个时候特斯拉股价一直在160到180美元徘徊 我记得当时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非常的消极 都觉得很有可能再跌回130,跌回100 我记得我当时建议大家说160多去买入的时候 当时股价有跌到150多 那这时我收到的评论就是 如果我现在买进股票 那我就比你的眼光要好 所以你还做什么频道 但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分析师每一个研究特斯拉的人都无法最准确的去知道他到底底是在什么地方 我相信那个逢四五的人呢 他在150的时候也绝对没有买入 所以他一定也错过了这么一大部分的涨幅 我相信如果你在160到180的区间已经买够了特斯拉 你现在其实都不需要担心我257美元还能不能够加 目前257的股价我认为从长期看毋庸置疑 它是非常低的价格 长期股价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在特斯拉股价2010年到2013年的时候 它经过了大约三年的盘整 然后股价在不到一年之间从不到2美元一直上涨到接近9美元 然后又是经历了一个6年的盘整 股价又在一年多的时间从大约20美元一下上涨到了最高400美元 现在250美元的股价其实就是2021年那个时候的股价 经过了快4年的盘整 无人出车发布会不会在长期以来给予特斯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股价的突破呢 Derry Black表示他其实更感兴趣的是25000美元到30000美元特斯拉即将推出的紧凑型车型 他认为这款紧凑型车型可能会在10月10号无人出车车发布的时候一起推出 他说如果揭幕这更是应该去购买特斯拉股票的理由 他说在2019年特斯拉的空谈的怀疑特斯拉推出Model Y后将会影响Model 3的销量 他们并没有理解Model Y给特斯拉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机会 他认为即将出现的25000至30000美元的车型也将会是一样 他会为特斯拉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 他认为特斯拉的销量在推出这款车型之后将恢复上涨 这将导致特斯拉每股收益从前几个季度非常负面一直在下降到又开始上升 而上升的每股收益将会去推动特斯拉的股价 马斯克此前表示特斯拉将在明年第一季度最快就会去生产这款车型 这款车型是介于Model 3 Model Y和未来25000美元车型之间的一款车型 他将利用现在的生产线结合下一代车型的生产技术 把下一代车型下一代平台生产技术模块化的运用在这辆汽车上 这款紧凑型车型的价值在于保持特斯拉销量的增长的同时 可以去验证下一代生产平台的生产技术 为以后大幅度的全面运用下一代生产技术做准备 但是从短期看 如果10月10号没有发布这款新的车型 我认为近期股价可能即将会达到他短期内的一个高位 我上周在会员的群中有表示 我认为可能近期的高位会在271美元 我大概有10%的仓位是短期的仓位 从短期来说我可能会在无人出车车发布 也就是10月10号前选择抛售一部分的股票 当然我大部分长期的仓位我是不会去变动的 在这里呢我要去分享一下 其他华尔街机构对于特斯拉短期来说股价走势的一些看法 我相信你可以对比不同机构做出你自己最好的决定 最少四位分析师上调特斯拉第三季度交付数据的预期 特斯拉即将在下周三也就是10月2号公布他们这个季度的交付数量 这些分析师都指出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开始回升 这是特斯拉的关键市场 巴莱克分析师Den Levy他就表示 这次中国销量的强劲表现来得非常非常结实 有助于抵消美国和欧洲的持续的疲软 他预计这个季度的交付量将会达到47万辆 高于此前预期的46.2万辆 特斯拉中国在实行灵犀政策之后 同时在朱小彤回到中国掌管中国业务之后 销量突飞猛进 特斯拉中国上周交付了14300辆电动机车 这使得今年的总销量已经超过去年8600辆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特斯拉中国这季度的销量预计环比将增长20% 同比将增长18%到19% 而且在最后一周只要再销售11000辆电动车 这个季度的销售量就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季度 Pipe Senator的分析师也表示 Cybertruck的交付正在支撑着需求 特斯拉中国第三季度可能将会是他们表现最好的一个季度 RBC的分析师们也纷纷提高了他们对于第三季度交付量的预期 Ben Carlo甚至预计第三季度将交付48万辆 他指出我们认为短期内特斯拉的前景非常具有吸引力 因为这个交付数据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 他说由于无人出租车发布即将举行 即使交付数据略低于预期 投资者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发布会而提高股价 所以综合他们的观点 我认为在短期内在交付数据出来之后 股价可能还是会保持强劲 一直到10月10号之前 高盛甚至建议他们的客户在10月10号之前 买入特斯拉的看涨期权 我跟这个观点不太一致 我认为10月10号的波动可能会非常非常大 那些单纯炒作特斯拉股价的人 可能10月10号无论发生什么 他们可能都会去结营 去抛售特斯拉股票 拿走他这段时间上涨所得到的利润 特斯拉10月10号无人出车发布会的邀请函 已经正式开始发送 那天活动将在晚上7点钟正式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在特斯拉的邀请函中 他用到了他们轿车软件APP一个共同的召唤按钮的图标 然后在上面写上了Wave Robots 我们是机器人 我相信这是特斯拉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并不是一家车企 我们是一家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公司 然后还有一种对Wave Robots 我们机器人另外一种解读是可能他会发布 不仅仅是一款无人出车车型可能会有多款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说我们 很多人认为可能会有一辆特斯拉无人面包车去给多人去提供服务 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张图 如果把这张图放大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型的中央是一个类似照相机的镜头 然后有个太阳在那个镜头之上 其实这也就表示着特斯拉实现自动驾驶的原理是纯视觉 而不是中国百度还有谷歌Wavemo 他们那些用激光雷达靠高晶地图的那种实现方案 纯视觉的方案就只需要太阳光的光子进去 它就可以去生成汽车行驶的规划 打开看还能看到很多很多零一零一零一 我相信这也就代表着它背后的人工智能 华尔街的分析师Andrew Shepard 他说在9月18号 也就是一个星期以前 他们参观了特斯拉的弗里蒙特工厂 他们参观了特斯拉生产线 体验了特斯拉自动驾驶软件 然后和特斯拉的公关团队深入地探讨了 10月10号无人出车的发布 然后他们就说他预计 10月10号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股价的催化剂 他们认为这次发布不仅对特斯拉 而且对整个汽车行业 对整个计程车行业 都将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他们认为特斯拉的无人出车业务 将会分阶段的逐步式推进 首先可能会在特定的市场 也许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进行 然后逐渐再进行扩大 他们预计这将会给其他计程车公司 例如Uber Lift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他们说 9月13号 Uber和Waymo宣布合作 他们想要在2025年 实现Uber版的自动驾驶无人出车车 而这呢很有可能就是Uber回应特斯拉即将要推出的无人出车车的对应方式 然后除了之外呢 在FSD上 他们表示特斯拉把FSD的价格从之前的12000美元下降到现在的8000美元 把订阅费用从199美元下降到99美元 他们其实对这个举计表示非常的支持 他们从他们的体验里面认为自动驾驶是版本12.5对于客户来说体验应该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些提高的FSD收入 详细看将会帮助提升特斯拉的汽车毛利率 然后他们接着说特斯拉有潜力在未来去授权FSD去给其他的车企 这也是马斯克在上一个季度财报会议中谈到的 已经有大型车企在和特斯拉正在聊授权的事宜 那些大型车企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够把特斯拉送驾驶所需要的硬件去装载到他们汽车之中 然后去和特斯拉协调才能够把真正的把特斯拉自动驾驶的技术放在他们的车里面 所以如果现在不开始谈可能两三年之后就开始晚了 我们可能在近期也许就能够听到特斯拉与其他车企正式合作的消息 而这呢将会给特斯拉带来非常多的盈利 然后接着他们继续说特斯拉宣布特斯拉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在中国推出FSD 在上一季度财报中特斯拉呢表示可能会在今年底就得到中国和欧洲自动驾驶上路的批准 所以Android认为这个和明年在中国和欧洲推出自动驾驶FSD的时间线非常非常的一致 前几年特斯拉自动驾驶版本12.5.4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向所有用户发送 包括硬件三车型硬件四车型包括拥有各种自动驾驶版本的车型 在这个发送中包含了加强版的真智能召唤功能 召唤的直径增加了30米左右 马斯克表示未来这个召唤的直径可能会上升到城市级 也就是说你在洛杉矶你点一下召唤一辆特斯拉汽车可能就可以从纽约直接开过来 所以我预计在10月10号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一个加强版的智能召唤功能 特斯拉只需要在无人出租车的软件上按下那个按钮 它就能够从远处召唤一辆特斯拉无人出租车 这也将很有可能是它的亮相的方式 马斯克说特斯拉无人出租车将在明年开始运营 其实很多人都说它是嘴炮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永远无法实现 因为总会有无穷无际的边缘情况 那现在我想带你去看接下来这个视频 这个是特斯拉车辆要去进行一个非常复杂的无交通信号灯的一个左转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情况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要进行这样一个左转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这辆特斯拉汽车它抓紧了左边没有来车的时候 先行驶到了马路的中央 然后它发现停了好像过于靠后 它又轻轻的往前走 然后最后在右边没有车立马就驶入了右道 如果通过足够的训练 特斯拉汽车可以去应对这种情况 那么只要有足够的训练 它就可以去面对所有其他的边缘情况 只要它有足够大的算力 而特斯拉在算力上又进行着无比巨大的投资 特斯拉今年总共在人工智能上的投资达到了100亿美元 摩根斯坦利的Adam Jonas表示 马斯克今年在他所有公司里面 对于人工智能的投资达到了Ravion加上Lucy市值的总和 可能也就相当于很多其他车企市值的总和 很明显的其他这些车企将不会有像特斯拉这么样 足够资金去投资在人工智能身上 而你没有这么大算力 你就不可能像特斯拉这样迅速去解决自动驾驶问题 自动驾驶问题是一定需要大量的数据和算力才能够解决的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人类编一下代码 它就瞬间解决了 很多人问我中国百度楼不快跑不是已经登陆了吗 Waymo不是已经跑起来了吗 他们不是优于特斯拉吗 但其实他们解决的只是局限性自动驾驶 他们只是在专门一个地区 在仅有的一些边缘情况里面去运行 而特斯拉解决的将是一个无限制的 可以在任何地方行驶的自动驾驶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百度Waymo他们首先推出 但是真正能够实现规模化普及化 去代替Uber代替计程车的将会是特斯拉 Adam Jonas继续说 特斯拉计划在2024年至少花费100亿美元 用于多个算力的项目 包括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超级资源机群 计划容纳5万个英伟达H100 GPU 和2万个特斯拉自有的DY芯片 最新的特斯拉第二季度10Q财报显示 特斯拉计算设备硬件软件价值超过26亿美元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价值25亿美元 然后另外70亿美元正在投入建设之中 所以这与特斯拉100亿美元的预算是相符的 另外马斯克另外一个公司XAI 也将在2024年底之前投入超过100亿美元 从此前看到了马斯克正在开发 正在建设他们特斯拉巨大的计算机群 他也反复表示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把GPU 就插进你的电脑里面 他就可以运作了 他需要非常精确的电力管理系统 非常大的冷却系统 甚至运输这超过几十亿美元的GPU 就到达目的地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特斯拉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的搭建这个系统 就是因为马斯克在搭建他XAI 超级计算机群上 获得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 马斯克只用112天 就搭建起了很多公司 几年都无法实现的 可以说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群 在特斯拉的超级计算机群 建设完毕之后我们将会看到特斯拉算力几倍的增长 所以总结来说 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10月10号发布 特斯拉这一季度的销量应该会非常的强劲 这也会帮助特斯拉的股价在到达10月10号之前一直保持着强势 我们从华尔街的各个分析师可以看出 他们对10月10号的预期都非常非常的高 我认为10月10号股价那一天的上涨与下跌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未知数 我认为如果特斯拉不能够详细的去列出 到底哪一天会推出无人书车 比如说他们说明年我就要第一步怎么怎么在这个地方 第二步怎么怎么第三步在什么地方 如果他们不能够给出一个完整的推出方案 我相信股价在那一天可能会有一个下跌 但是短期的下跌不会影响股价长期的上升 在下跌盘整然后巩固之后 我相信特斯拉股价是一定会慢慢走高的 就像Gary Black所说 就像其他分析师所提到的那样 特斯拉在明年即将有新的车型 将会去登陆市场 特斯拉的盈利正在增加 特斯拉的美股收益正在好转 那希望这期视频对你了解最近股价走势 已经了解10月10号无人出车发布 有所帮助 同时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去帮助你更深入的了解 这几个星期特斯拉发生的事情 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会员群众 可以关注我的推特频道 在那里我会做一个更加及时的消息的更新 好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